哈囉大家我是周月教練 今年我們又來幫大家開箱搶先看一下台北馬EXPO現場有什麼特定的亮點攤位吧 那重點呢進去之前一定要記得攜帶你的身份證 因為有落實實名記者登記的 所以一定要有身份證才可以進場喔 那現場也要全程佩戴口罩 因為防疫的關係大家就稍微佩戴一下 那入場的方式呢 如果你是今年台北馬參賽選手啊 記得只要帶著你的回資單或者是號碼簿就可以來參加 那如果你不是今年有參賽台北馬的方式也沒關係 歡迎大家一起來這邊逛街 那要怎麼逛呢 你只要加入馬拉松運動博然會的官方LINE 或者是按讚他們的粉絲團就可以直接進入囉 OK 那我們就趕快進去逛吧 為了怕講話不清楚我們還是口罩先摘掉 那今年呢現場的攤位也是非常的豐富 那也看得出來它有分了幾個顏色 今年有三大不同的區塊 第一塊這邊呢就是一些運動服飾類 那第二塊綠色的呢就是運動器材 最後一塊呢就是運動補給 那有沒有看到上面黃色這邊 非常特別的就是特別大會的餐飲區還有租舞台 那旁邊呢記得要先來跑者報導區之後 也可以去愛迪達的攤位逛一下 現場有非常多特惠的產品喔 那我們就趕快去逛街吧 好耶感謝我們已經拿到物資了 誒這是物資包也太豐盛了吧 還有我的號碼27079 歡迎追蹤我 OK我們已經刷完晶片了 確定晶片沒問題 接下來我們去找一下最特別的選手姓名牆吧 哇這是半馬的這個跑者也太多了吧 這姓名牆超多的耶 喔找到我的名字了 梁哲瑞 耶 到時候大家也可以來這邊找一下自己的名稱 半馬的位置啊 就在報導區的正對面 那如果是全馬的啊 往前走一點 左轉就會看到囉 跑翻台北前面呢 就是全馬跑者的姓名牆 大家記得要這邊找自己的名字喔 你如果來EXPO啊 你也可以來這邊 預測一下你自己的終點完賽成績喔 這次我也會挑戰 1小時45分的配速員 歡迎上車 到時候呢 你們也可以來這邊預測一下自己的完賽成績 然後在自己的框框內要寫上你的名字喔 喔這邊就是半馬全馬的賽事路線介紹啦 那這次我會參加半馬的路程像這樣 如果你還沒看過影片啊 可以到YouTube觀看之外 你也可以來現場 看這邊會同時在播放路線的畫面喔 這邊呢就是馬拉松博然會的主會場啦 那會場呢 其實現場有超級多的活動 禮拜四啊 就會有一系列的直播之外 也有現場的一些攤位說明 那禮拜五禮拜六的話 就會有超級多課程的一些講座 關於賽前 你該怎麼補給怎麼配速 禮拜六都有很多活動 歡迎大家到現場來聽啦 然後再往前呢 今年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進到這邊 有滿滿的餐飲區 以往去Expo都沒有吃的 每次逛到肚子都很餓 今年已經有這樣的餐飲區設置 那到時候大家現場肚子餓 就可以來這邊找尋一些熱食可以吃啦 我們現在來到了愛迪阿的攤位 有沒有看到 超級大的愛迪阿Logo 大家可以在現場這邊拍照 而且這邊呢就在報告區附近 那如果你們有發現 物資報裡面其實有兩張非常特別的小卡 這兩張要怎麼使用呢 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第一張呢就是這個台北馬的優惠券 那這個優惠券其實在後面有非常多電點都可以使用 那到時候當天現場 在Expo現場呢也會有七折的優惠 你只要在現場挑選所有的服飾或鞋款 不僅有四川的服務之外 現場也會直接有展場的優惠七折 就可以把這張券稍微先留著 你回家下次再買的時候使用就好囉 那另外一張卡也非常重要 如果你有加入AR的跑者阿 我們到時候在賽斯當天也會有一些AR的限定活動 到時候賽斯阿如果你在熱身的時候 穿著AR的黑色背心就可以來跟我們參與一起熱身之外 我們也會在現場發放一個手環 讓你在終點的時候可以兌換限定的這個愛迪達口罩 那當天阿你只要使用這個Distree的軟體 跑完這個半碼或全碼的路線 你就可以參與這個Boster9的抽獎活動 那當天你只要用這個Distree完賽證明阿 到終點之後你就可以換取一個限定的AR這個客製 姓名跟完賽成績的這個背包 我覺得是超級讚 所以大家到時候記得一定要開啟Distree 然後跑完之後到終點 換取這個限定的客製姓名還有成績的背包 那我們就來去體驗一下 現場有一些實際的活動 我們去玩玩看吧 到時候活動當天阿 你只要在現場參加這個跑步機錄影活動 然後把你錄下的這個小短片呢 上傳到你的IG線的動畫當中 並且標記Adidas Stronger Taipei的這個官方帳號之後 還要標記一個跑翻台北 你就可以兌換三校合一的這個沐浴乳喔 到時候現場呢 你也可以租借台北馬拉松限定款的這雙Supernova來試穿 然後去穿著這雙鞋來試跑一下喔 好那我們就往下個攤位前進 搞定 我今年要跟富邦一起加入這個愛環境的宣誓 我已經簽完名了 那我們就可以去前面拍照打卡上傳 就可以獲得限量的這個環保背帶喔 欸我拿到他們的環保背帶超過 我剛剛聽他們說 這個環保的這個材質阿 這個帆布材質 是他們平常阿 就是富邦漢將的這個廣告帆布 拆下來把它再製而成耶 大家一定要簽完名 然後上傳之後來領取這個限量的環保背帶喔 好我們剛剛去富邦已經完成任務之後 也拿到了一些環保提帶跟背套之後 接下來後面這一攤就是720 Armor 那這邊有一系列的太陽眼鏡 大家也可以到這邊挑選喔 它就在暴露處不遠的地方 然後往這邊看 這邊呢就是平常我自己 平常在跑步當中習慣用的鞋墊 甚至我現在騎腳踏車當中有加入Z-DUS的鞋墊 那它在現場也有提供免費的這個註冊活動 所以大家也可以來這邊註冊完 然後挑選一個適合你的鞋墊喔 而且旁邊這邊阿 就有平常就是非常喜歡用的這個 Hydro的這個保溫杯 我覺得它真的是設計感非常好看之外 重點是它有超多顏色跟公升數可以調 大家可以挑選自己合適的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 然後我們繼續往前走就會看到Compress Pro 每年它們也都是非常盛裝出席 大家看到就是攤位其實非常大 而且現場也有非常多滿而正理的活動 所以到時候大家可以到現場挑選一些 適合自己的跑步裝備 跟大家推薦 你在比賽中 如果不知道要怎麼背你的補給的話 可以來這邊挑選喔 繼續往前 然後旁邊阿就是弗雷人攤 你看現場有超級多不同配數的選擇 那明天早上11點半左右 我也會在這邊進行直播活動 歡迎大家到現場跟我一起同樂喔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 再往前走 Compress Pro 旁邊就是晉級進的攤位 然後現場也有很多葡萄糖加鹽定 如果你在賽事當中有一些鹽定的需求 可以來這邊挑選喔 甚至在當天這邊也會有一些運動機能洗衣精 甚至有振動箱的服務 大家可以來這邊挑選 我們繼續往下 那我們來到這個攤位呢 是Bread Vlog運動區 它現在有舉行一系列的線上活動 可以進行個人的賽事成績預測之外 也有精英選手的賽事成績預測 大家可以到他們官網參加活動 只要誤差值阿 在正負三分鐘之內就可以參加抽獎喔 而且我今年擔任配數人 所以我已經有預測我自己的成績 應該是會很準確吧 希望我可以中獎阿 繼續往下 再往前走就會看到泰肯阿 它的運動機能外來非常厲害 然後旁邊呢 也就是Shopperman的攤位 Shopperman有販售了一系列有關於Black Road的這些放鬆器材 如果有興趣可以來這邊體驗喔 偷偷預告一下 禮拜六我也會在現場喔 Rock Tab這次有來參展 它是我平常自己蠻愛用的一款集貼 因為它超級黏 所以如果你有集貼需求 或是像我平常會用軟拔罐 都可以來這邊挑選喔 再往前一點呢 就可以看到運動筆記的攤位 這次呢它也有推出他們新的這個很可愛的震動牆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來這邊試打看看 我們剛剛離開運動器材 接下來就是進到運動補給的部分 那補給阿 我平常就是最愛吃的就是Amino Vital 那現場呢它有販售非常多各式的補給品 包括像這樣的高蛋白粉阿 還有全馬組合包系列 都可以在這邊做挑選 那現場當天呢也會有一些補給策略的說明會喔 重點是記得到旁邊這邊 拿一杯維森華咖啡 喝完再去坐著聽 OK喔繼續往前 然後往前阿這邊就是蒸飯麵 我剛剛有先去跟他們打聽一下 到時候現場呢是24小時 沒有24小時 展場期間不間斷狂煮麵給大家吃 所以大家逛累了逛餓了 直接來這邊拿一碗麵補給一下 非常重要 好我們這一攤來到了RaceOn的這個攤位 那現場阿它有非常多展場優惠之外 第一次亮相 這個只有現場台北馬才有販售喔 然後這個水袋我覺得蠻方便 它平常可以擠得很小 摔在包包的 然後你要喝薑袋就好 重點是還可以 滿額就可以加購像這樣的 TP1水壺 重點重點是他們非常貼心 有看到我背後這張大卡嗎 他們已經幫大家設計好了 不管你全馬是要3小時 4小時 5小時 甚至半馬的完賽時間不一樣 他們都很貼心的幫大家準備了 就是不同的補給策略 你什麼時間該吃熱量阿 什麼時候該吃電解質都有幫你寫好 然後當場阿 如果你們在會場 只要有滿額加會員 就可以有像這樣的小勳章喔 欸 穩很重要好不好 好 繼續往下看 我們在After Shots 攤位 那如果你有鼓傳到耳機的需求 到時候也可以來這邊挑選 那這次我也跟他們拿了一個很特別的 環法的這個限定聯名款 到時候也會開箱給大家看喔 為什麼我現在在台北田野場呢 沒錯我已經太迫不及待在終點見到各位了 大家記得看完影片來Expo見面之外 到時候台北馬拉松賽場見囉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是你的家人之外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outsiders 按讚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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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